你就不觉得这件事有古怪吗? 这几天的观察,沈渊还是说出了心里的话,这件事处处都透着古怪,怎么说,这八百两来得实在是太轻易了,有钱人虽然有钱,可他们并不傻。 其实我也觉得这里面有古怪,给人的感觉像是个翩翩公子,每次都笑脸相迎,可是我还是感觉到他对人的冷漠,那种笑不大眼底的样子,看着很可怕。 乔景文也被男人突然弄得思考起来,回忆了一下那天发生的一切,好像他知道自己喜欢钱,于是用自己拒绝不了的价格让自己乖乖就饭,并且说的那些菜单也是十分古怪。 要不我们就退了吧,上次打猎的钱我这边还有一些,这凑凑也够买个小屋子了。 沈渊不想他以身犯血,于是把口袋里的银子全都拿出来,乖巧蠢萌的模样,直接让乔景文笑了起来。 没事的,他纵然是一肚子鬼主意,只要我小心点,没有问题。 再说了,我会把他给戴上,就凭他一手的漂亮刀工,哼,谁来了,不得被骗成猪头肉啊。 乔景文看了一眼正在干活的女人,这样经济适用的员工,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。 等我把钱拿到手,立马就买一个大房子。 支里啊,已经是个大姑娘了,再和弟弟睡一起,不像话了。 乔景文也没事儿,结果小丫头手中的蒜就扒了起来,这还是从杜家用最低的价格买回的大蒜瓣。 这几天这么用,早已经没有多少了。 我家老太太啊,已经联系了不少人家,到时候那蒜子也不用去镇上买了,直接就拉到我家,到时候给你一半。 乔兰花的话还在耳边回荡着,有钱有底气的二姑,现在走路生风,无论是娘家还是婆家,那都是绝对权威。 嗯,这几天,我们都睡在地上,给丫头睡床了。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,沈渊还是觉得自己手脚酸软异常,不自觉到动了动手脚。 辛苦了,辛苦了。 乔景文知道,这个男人已经在暴走的边缘了,睡不好谁都会崩溃的。 可人家一分钱不要,晚上再不睡好,怎么说都有点不地道。 这时候就只能委屈这个大男人了,作为一家之主,就只得忍下来了。